Hello 大家好 我是秀菲 嗨 大家好 我是黄培芬 培芬 今天你有什么好物要跟我们分享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地节制饮料 地节制饮料你有什么心得 我本来是喝三杯咖啡 早上一杯 中一杯 晚上一杯 一天三杯啊 对 哇 那你的工作量非常大 对 我一直是做工的 而且能量消耗得比较多一点 不过我们在欧洲很多人都有喝咖啡习惯 至少早上一杯 下午一杯 你就更厉害了 喝三杯 对啊 我就喝了 我就怕到老了会手抖 然后皮肤会变得黑 对 真的很多人有这个顾虑 可是还是每天都会去喝 对 当我喝了这种营养之后呢 我就咖啡尽掉了 没喝了 我是这样撕的 我是早上起来 我是直接用一支元的水放起来 两千森森是那种大壶的 然后两千森 两森嘛 对 就是刚好一大壶的水 对 然后这样撕的一条嘛 我是两条一次放进去 然后放到冰箱里冰起来 这个两条撕开 然后倒在两森的水里面 对 搅匀了直接放冰箱 哇 这样拿出来很好喝 对啊 而且口感很好哦 我放在冰箱里呢 小孩子也可以喝 大人也可以喝 我呢 是一天就是有感觉到累了 就去倒杯喝 然后咖啡就不用喝了 然后就是一天咖啡不用喝 而且一天喝咖啡的时候呢 第二天起来人会有累 能量消耗掉了 第二天就转不过来 而这个呢 是补充我们的能量的 就是第二天我的精神还是饱满的 就是一整天下来 年代第二天睡醒了也是精神饱满的 所以这款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拥有 听你这么分享真的是有区别的 你要喝咖啡 早上一杯 中午一杯 下午一杯 就是刚好让你有三到四个小时 有精神状态嘛 你到了第二天还是会觉得很累 那喝这个电解制饮料 你可以一整天喝几杯 没有问题 那不仅是可以让你精力充沛 你第二天也不会感觉累 对 而且两清水水喝下来 平时的我们补充的水分也够 对对对 这样水也更好喝 要不然水淡淡的可能想不到就喝 对 好 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太棒了 那你这个不仅是戒掉了你的咖啡 还让你精神状态很好 同时小孩子也可以一起喝 对 很好 我戒掉咖啡之后 我感觉我自己的皮肤有好起来 然后状态更好了 工作的状态更好 工作状态更好 皮肤更好 而且呢 也不用担心小孩子去外面买饮料喝 我们就喝这个饮料就可以了 一家人都能喝 一家人都可以喝的电解制饮料 尤其在夏天 我们如果不管是体力活动还是运动 都要出大量的汗 那我们补充电解制饮料呢 也可以补充矿物质 让我们的身体状况更加棒 更有状态 对对对 谢谢你非常棒的分享 大家也可以一起喝起来哦 谢谢你